Hello 我是成功 在私募机构做量化模型研究 在这里给您分享投资干货机构思维 下面就如实战学习 核心赛道ETF投资策略解析 下集 军工ETF 亨生科技指数ETF 5GETF 人工智能ETF 机器人ETF 证券ETF 咱们上期视频给大家解读了千半部分 这期视频给大家解决 剩下的一些品种的投资策略 有些品种实际上在 结后就有进行潜伏的 这种标准 大家一定要去认真的学习 上期视频我们给大家讲到了 亨生医疗ETF 它符合体长的模型 所以我们在结后可以进行一个 重点的关注 对亨生医疗ETF像香港 跟踪香港标的的一些ETF 它是T加零的 而且也没有印花税 交易成本非常的低 基本就是跳一离田 就已经把成本都出来了 开始去盈利了 所以非常适合稳健的投资者 和初进入咱们股市的投资者 进行一个学习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创新药ETF 创新药ETF呢 受到集彩的影响会少一点 因为创新药呢 其实它在上市以后 基本差不多5年的时间 才会进入这个集彩 因为国家是鼓励创新药的 如果不能给创新药 更大的一个利润空间 那么对于创新的积极性来说 就会降低 所以国家在创新药方面呢 还是比较支持的 但是从我们节奏看的话 其实创新药呢 它这波呢 也是形成一个高位的震荡 目前在低位啊 所以我们看量就行了 只要是它出现这样一个爆量的期涨 我们再结合一下医疗板块 同步出现的期涨 那么对于创新药来说 在日线里边 一旦出现这样一个爆量啊 不是我们还是要看它的量 ETF也是要看量的 就是必须有这种倍量放出 家人们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倍量 一旦再次出现倍量 因为它属于二次回踩嘛 二次回踩到位 前期低点止跌 一旦再次出现倍量 那么同时价格也是上的啊 就可以进行关注了 好我们看一下金工啊 金工指数呢 总是大家看到了 基本是维持这个震荡攀上的一种格局 从2022年今年的金工的定难量 我们看的话是非常饱满的 所以机构呢 也是非常看好 那基本来说 每一次它回飘下来 出现这种年限附近的气壤 信号以后呢 基本都能有波上涨 那么目前处在高位 数据上并不适合去追了 当我们投资者都去看好一个行业 一个机会的时候 其实机会已经是不大了 所以我们要留一些机会给别人 那后期大涨 让别人去赚呗 那如果说打滴下来的这种机会 其实我们每一次都有参与啊 这次也是一样啊 那么在它与年限的管理率 太大的情况下面 它就有回调的要求 就有估值回归的要求 那么后期的利润我们可以去留给别人 因为这种利润来说呢 把握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好 我们看一下军工ETF 那么军工ETF 基本跟指数也是会同步了 其实咱们通过制定交易计划 我们可以去看到了 每次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欺账 在结合上空间啊 结合上空间 大概就可以了 它捕捉的是这个小地点啊 好 它这个是对应的是这个地点啊 没有问题 基本都是波谷附近了 以及它主途出现的这种欺账的标准 都可以去参与 这个我们赚的就是认知范围内的利润 因为我们懂得 它涨的概率80% 可以了 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了 但是高位的话就不确定性了 所以军工需要等一下啊 我们再看5G 5G咱们是比较看好的啊 之前我跟大家说过啊 其实对于5G来说呢 因为在09年3G的时候 它涨了差不多有两倍 在15年 就是13年是出来4G嘛 15年正好改上牛市 涨了是5倍哦 包括通信设备也是一样的 涨了5倍 但是我们看 今年涨了多少啊 其实我们从长洲记看一下啊 这是19年底嘛 就是19年底起来 大概位置其实就是1000附近嘛 那么1000附近起来 目前位置在2000附近 等于说它才翻了一倍啊 所以对于5G来说 我认为最少应该是两倍以上的 而我跟大家给到5G的机会的话 一个是19年啊 我们就不提了 那比较远久了 距离现在最近的就是今年5月份啊 达到生命线附近的时候 那我给到大家5G的一个机会 其实很简单啊 这是月线啊 家人们 月线的成功率比周线 比日线更高 你看 这是不是大敌啊 所以我们去制定这种交易计划以后 去简单的执行纪律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本质 但是当我们在它出现连续上涨以后 高位追的时候 其实是表象 是情绪 你看这种高位追 其实情绪占了主导地位 是情绪迷惑了我们的眼睛 但是真正在我们恐惧的时候 它超跌的时候 百分之百的人都亏钱的时候 那实际上我们发现了 它反而是低点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制定这种交易计划 我们看到它真正的本质 真正的核心才是可以的 那这是5G 所以投资策略其实就非常清晰的 对于5G来说呢 我们高位呢就没有去追的必要了 我们看一下ETF 那ETF基本也是一样的 它会是同步的 因为有时候ETF上市时间比较短的话 我们从技术看不出来一个效果 我们就需要通过指数去看了 你要看到月线的话 你家5G的话 你看很短了 对吧 但是会定这波T上 一样5G天赋也是可以把握到的 那么当时点位差不多在九毛多钱 你看涨到了一块二毛五附近的话 那这波利润也是可以的呀 这就是任职范围内的利润啊 所以我们只有任职范围内的钱 是我们可以赚得到的啊 如果说是偶尔的运气赚到的利润 可能还会靠我们的实力亏掉的 所以一定要学习提高自己的认知圈啊 那5G呢后期如果有往下去回彩年限啊 或者出现这种云龙汇聚的气场买点啊 都没有问题的 都可以去做啊 结合指数就可以了 这是恒生的科技指数啊 我们看一下科技板块上跌多少了啊 咱们可以测量一下啊 我们把握机会啊 已经是在大家没有发现的时候去把握啊 下跌的幅度是50% 那么恒生科技指数 跟踪的都是香港的科技股 我们说了 现在我们要科技新国 那这些科技公司它会倒闭吗 会消失吗 肯定是不会的 那为什么跌这么多呢 第一是本身科技 恒生指数它就是下跌的 第二个呢 在我们反垄断啊 这种打压之下 很多的科技类的公司 互联网的公司呢 确实跌幅呢 都是比较大的 但是永远记住一点 跌下来就是机会 所以对恒生科技指数 下跌50% 整个指数 而在它日线里边 出现了一个跳空高开的情况下面 是符合潜伏标准的 我们在节后啊 也就是明天了 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恒生科技指数 因为对ETF来说 在相对低位 不管是我们做起涨的买点 或者是说我们开始定投 这是两个策略 起涨的买点呢 一般就是分两次买 而如果说定投呢 就是说我每个月去买一次 其实都是可以的 都没有问题 机会是大于分线的 我们节后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稳健的可以用定投 如果激进的 有一定能力的 或者有自己交易系统的 可以通过气账的战法 一次性的分两次去布局 也没有问题 我们看恒生科技指数ETF啊 因为它也是新上市的一个品种嘛 我们去参考它的指数就可以了 那么它在街前出现 这样一个跳空高开 实际上是符合提涨标准的 因为它年限的管理力 也比较大了 而且跌幅已经50%了 指数跌幅50% 反弹的概率就非常之大了 所以今年我是看好 恒生指数的机会的 我们记住一点 机会一定是在别人 没有发现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 并且我们潜伏了 才真正后期 在别人宽怀的时候 我们赚到了分厚的利润 然后给到别人 才真正能赚到了 我们应该有的那种 比较分厚一些的利润 否则总是在它大涨以后 去追涨那些情绪性的交易 那肯定是不可能赚到 太多的利润 最终一不小心 还可能成为接盘侠 我们再看人工智能了 人工智能咱们是看好的 因为大国之间竞争 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争夺 也会非常的激烈 而且国家对于人工智能的支持 也是很强大的 但是从去年我们看的话 节奏它是形成一个震荡 对于这种震荡的品种 其实交易起来挺简单的 我们去给它划线就可以了 划一个它的趋势线的低点 它是相提震荡 我们在这个区间里进行交易就可以了 其实非常的简单 对于正常性的品种一定不能说起来以后再去追了 所以我们这样在做人工智能ETF的时候 你看它现在已经是起来了 就不要追了 当你沿着年线去做 你看之前的低点都是沿着均线 甭管哪个均线一方量它就能涨一涨 稳健的你就沿着年线去做了 所有这些ETF我都是从流动性赛到各方面通通筛选过的 才筛选出这么几只ETF其实并不多 其他的ETF都是都已经是剔除掉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收藏反复的去学习 以后还可以按这个方法去做了 文件的就做ETF基本不会亏钱的 因为毕竟ETF来说呢 它没有个股波动那么大 而且ETF说实话 只要拿它不卖最后还能赚到钱 只要我们选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赛道就可以了 而且要买七张年啊 一定是要买七张年 但如果说追高的话 就像我们刚才看的 很深科技指数ETF 追高跌50% 谁都受不了 给你跌一年 那肯定是受不了的 但是说我们从它跌了一年 百分之五十了 现在才开始关注 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机器人啊 国家有利好机器人的一些政策 所以没有问题 就沿着年限去做就可以了 目前也在相对高卫星成这样一个震荡 你看它出现了这样一个奇事了 因为是马上要放价了 所以接钱反弹力度不是很强 那如果说捷后能给力的话 捷后如果是给力的 变现它的价格呢 也是上涨的情况下面 就没有问题 它会会 有一波反弹 但是如果说 捷后力度不是很强的情况下 它还会维持这样一个区间震荡 其实稳健的朋友啊 就等它回踩别言线去做 其实就蛮好的 我们看一下它ETF 机器人的ETF 其实你看打能源线附近了 因为它是新上市的 所以它跟指数会有一定的区别 我们结合指数 去做ETF就可以了 捷后给力 这个位置它也能找一下 但是幅度不能看得太高了 如果不给力 可能会形成一个震荡 这样子我们就等它的指数到年限 以后 然后符合气壤了 再做就可以了 我们看农林牧鱼的指数啊 你看之前在上升趋势中 出现鱼龙汇聚 七二百点 基本做就没有问题了 这波罗形成下跌趋势以后 在一千八百点附近啊 这大概的时间就是说 今年了八月份附近了 我们即使看长周期就可以了 先看月线 再看周 买卖十点 日中秋啊 我们看到了 所有它月线级别 哎 你看这个地点 对吧 我们再结合它的空间嘛 这个也反弹了半年的时间了 再结合它的空间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 所有这些地点啊 基本都能把握住 哎 就可以断命 它形成这种双底的情况下啊 这是双底的情况下面 是容易出现一波反转行情的 那我们再结合两会快到了 对吧 两会的时候 哎 对农林牧鱼也是利好的嘛 所以这波机会呢 就容易把握住了 那么回踩所有均线的时候 它也是机会啊 我们做农林牧鱼的龙头 就可以了 或者做一个ETF也行 那我们就是结合指数了啊 反正指数 这个地点是把握到了吗 啊 这样子再次回踩均线 那你去做农业的ETF 其实也没有什么 起来就不要去追了 啊 坚持能耐心等待 它的起场标准出现以后 去做 是容易实现这种稳健收益的啊 啊 我们再看一下券商啊 证券呢 也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 呃 那么对于证券来说呢 其实操作 也比较简单 就是一定不要去追 啊 券商一大涨 你一追 就是一高点 但是跌下来了以后呢 你敢去做就可以了 啊 所以对于券商来说 呃 它的人气 带动性比较大 啊 他一大涨 整个板块 全起来了 全带动起来了 所以他不敢大涨 啊 其实券商 形成这样一个震荡 盘上的格局 那么其他板块呢 才有更容易 有更大的上涨 那么也就是说 券商作为一个搭台的 而不是唱戏的 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呢 他就发力 比如说大盘走弱了 哎 他一发力 哎 起来了 或者在大盘突破的时候 那么券商就会发力了 啊 所以你看在他 形成这波上涨起来以后 再回踩均线 那么节后如果给量啊 比如节后我们看 啊 出现了 花辆起了 那么价格 会来一波行情 但是反弹高度啊 不能看的是太多了 啊 只能看一个 反弹而已 那么我们看他的 咱们龙头股就不说了啊 因为今天咱们重点讲的是ETF 我们看 证券ETF 没有问题 就可以去做 但是一般情况下面 对于券商 我主要做的呢 是香港证券ETF 因为他的弹性会更大一点啊 而且之前的把握度呢 是比较好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最近这波行情 其实时间也不算太长 因为他是日线嘛 香港证券ETF啊 他从二零年九月份到现在 一年多的时间 其实指数 并没有怎么动啊 我们测量他的上涨幅度 大家看到了吗 百分之十二附近了 这是一年多上涨的空间 但是我们发现了嘛 在这个过程中 他有差不多有将近于十次 出现了鱼龙汇聚的起让 是在年限附近出现的 那如果说我们 按我们的交易纪律 每次多去做 每次我们都能赚百分之十的话 我们都翻倍了 七个百分之十就翻倍了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交易系统 这样比我们长期去持有一个标准来说 那肯定是赚掉多了 所以呢 我们去学习这种量化的交易模型啊 去提高自己的胜算和收益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 那目前来说 其实他在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 可上可下 其实给了我 我是不会在这个位置做的 之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看啊 他出现一个起让 这是一个起让的标准 那我们肯定是会无条件的去参与的 因为我们做量化的 执行力是第一重要的嘛 那出现冲锅回落 那走掉就可以了 那后期 那如果再次出现起让的标准 那我就做你不出现 那我可以不做呀 不做 我依然赚钱 因为我可以做你一回够呀 我赚利息呀 但是我做了就可能亏钱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啊 哪些钱是我们可以去赚的 哪些钱我们是不能去赚的 所以啊 对香港政权ETF 他也是提加零的 没有问题 日内是可以N多次去操作的 而且只有硬花税啊 交易成本都是非常低的 好 我们看一下宽机啊 亏生300ETF属于宽机了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 对于大势的一个判断啊 从19年底到现在啊 亏生300就是说翻了一倍吧 还是翻了一倍 其实涨幅也不小了 但是目前这个阶段呢 其实它始终是一个震荡 获利的利润空间来说 最近是要小一点的 对于如果说我们要让资金呢 使用效率比较高的情况下 那么亏生300就不是首选 因为我们可能有更好的 涨幅会更大的一些品种 我们可以去关注嘛 好我们再看一下中正500啊 你看中正500啊 从19年这波涨幅啊 它是从4块5附近涨到了 不到9块钱 也是将近以翻倍吧 那实际上我们看啊 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啊 日线里边出现打年线 我就做一波 关利率大了 我就卖掉 我肯定不是会追 我们发现了吗 跑银基金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投资获利的本质 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能耐心等待 符合起涨标准出现以后 再去做就可以了 目前其实也是在相对高位的 你像他形成这种下跌趋势啊 在日线里形成下跌趋势 我们去看到周线就可以了 周线和月线 如果说周线也形成下跌趋势的 看到月线就可以了 基本月线来说 如果空间到位以后 基本就都起来了 非常的简单啊 所以这个位置其实 对于宽季来说 是应该等待的 不是最好的一个标的 你像我说可以的 刚才我给大家提到的 亨生科技指数ETF 那我认为是可以的 结合我们可以重点关注 那对于周正来说 其实我认为机会呢 可能不是很大 容易出现一个反复 上一半 ETF我们看啊 从19年起来啊 大概来说在四毛多钱 涨到一块六附近 他涨得要多一点啊 四毛钱涨到一块六 他涨得反正背数要多一点了 那目前也在高位了 所以对创业板来说呢 宽季也可以做 那就是一定是打下来以后 我们看到了吗 每次打到年限附近 他都容易出现一波上涨 所以对于创业板来说 我认为结后 如果给量 可能也会出现一个反弹 但是幅度真的不能看得太大了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给量 我做一波就OK了 那这个位置也是 给量做一波 但是获利的不能变成亏钱 切记 所以他就不是最好的标的了 并不是说人家一定不涨啊 是说从我们资金的使用效率来说 我们要一定要是去 对吧 打那个上涨速度最快 反弹力度最强的品种嘛 科创业板啊 那么科创业板 其实结后我也是看反弹的 我们给他画条趋势线就行了嘛 大家看这条线了嘛 那实际上这个位置的支撑力 还是比较强的啊 所以啊 对于结后啊 结前我们从量价看的话 其实他已经是有止跌的迹象了嘛 那结后延续这种反弹的概率比较大 啊 但是反弹的幅度有多高 那我不敢看得太高了 啊 所以呢 也不算是太好的一个标的了 好 我们把所有的ETF呢 都给大家去分析了一下啊 DV的一些品种 有 你像 医疗保健里边 咱们建议大家去关注了 亨生 医疗ETF 这是潜伏的 DV的 亨生科技指数里边 啊 咱们建议大家去关注了亨生科技指数ETF 也是 超跌打跌下来以后 哎 第一位符合气场标准的 可以照点去关注啊 另外其他的一些品种 有弹性的一些品种啊 攻击力比较强的啊 比如说碳中和的 新能源的 对吧 但是就是说 他目前我们结合指数来说呢 他还在偏高一点的位置 所以尽量是不要起来以后再去注意 你像他出现这种气场买点去做 那完全是可以的 因为成功给到大家的是方法嘛 打跌下来 空间到位 其实这个空间测量也是比较简单的嘛 画趋势线都是可以的 趋势线到位 结合阻力趋势量 结合他阳线去做就可以了 那起来了 你再追就被动一点了 因为他如果不是大涨的情况下面 很容易买在高点了 光伏 也肯定是有攻击力的 家人们看到了吗 其实他一旦出现这种趋势量 阻力趋势量 和鱼龙汇聚的气场 都能涨一涨 那就是涨高涨低的问题了 是涨起来了以后 就比较被动一点了 所以我把这个方法给到大家 希望家人们去建立这种 所谓自己的交易系统 就是学习成功的方法 去完善自己的交易系统 再才是最重要的 半道题也是一样 它也是具有成长性的一个品种 截前呢 实际上它就有止跌的迹象了 所以接后呢 我也是看多的 但是反弹的力度来说 我们要去观察 所以啊 有低位刚刚启动的起来的 对吧 具有成长性的 接前已经开始止跌的 但是它好的赛道 成长性的赛道 是不可能太低的 它会在相对偏高一点的位置 但是它也会涨 所以接后我们去看量 就可以了 这是ETF方面 那我还会给到家人们 个股的一些案例模型呢 给大家进行一个学习 所以从大家的评论里面看 也是学到了不少的一些知识和方法 那么成功呢 会用实战性更强的一些技术方法 给到家人们 也感谢家人们对我的点赞和关注 如果认为成功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 家人们长按三秒来一个强烈的点赞 投资总结 一 选赛道 选择政策鼎立支持经济刚性需求 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行业赛道 ETF 如新能源 半导体 智能汽车 人工智能 5G 医疗保健 创新药等 二 起涨布局策略 日线级别多头排列 技术性回调在年线附近 回调空间20%左右 缩量止跌后的再次放量提涨 为布局标准 如果有行业利空或系统性风险 要参考周线级别 回踩到半年线或者年线附近 回调空间在30%到40%附近 缩量止跌后的再次放量提涨 为布局标准 如果有行业利空 跌加系统性风险 这个是跌加 上一个是货 这是两个利空跌加了 要参考月线级别 回踩到半年线或年线附近 回调空间在50%到60%附近 缩量止跌后的再次放量提涨 为布局标准 获利5%以上的不能再变成亏损 失败的跌破新低 严格止损 三 定投布局策略 金额定投 每个月定期定量买入 处在成长期行业赛道ETF 符合预期目标后 卖出赚行业成长的利润 比例定投 每下跌3% 等量金额买一次 每上涨8% 等量金额只赢一次 赚价格波动的利润 选一个成长期行业赛道ETF定投 定投策略不需要止损 最终会是一个比较稳健的收益 跑赢货币发行量是大个率事件 您学会了吗 关注成功 学习智能量度大版战法